創世基金會從23年前開始發送愛心便當 規模也從當年的10桌到現在的上千桌 可是近年來商店全面用電子發票 也讓募款困難 目前只募到了兩成經費 來看今年的年終尾牙 數十名義工媽媽們在華山公園開跑 象徵關懷街友的年末尾牙 也將邁向第23年 但義工們也發現街友的年齡有下降的趨勢 年紀會越來越下降 他們可能會一些心理上的 不完全是因為經濟方面 可能心理上或者是工作的壓力 他們就出來流浪 除了送上關懷 基金會們近年來也開始輔導街友轉型 希望能夠教導他們謀生技能 有幾位就是說我們在輔導上面 後來有一個低瓜的方面 他們就去考低瓜 考的時候賣的時候他就有收入 有了成就 他就很高興協助他 讓他習慣的出來賺一點點錢 一點錢就這麼的不容易 所以還是要從小錢來賺錢 這次偉牙預計募集三千萬 好讓街友們能夠在年尾享受到溫暖的一餐 但景氣持續探底 也讓募款情形雪上加霜 我們募集到大概是有兩成的經費 那跟去年同期來比較大概衰退了有一半 那電子發票跟千萬獎金 對我們整體的收入商來講 當然會造成一定的一些影響 尾牙將用伴桌的形式 邀請三萬名弱勢者 在中正紀念堂舉行 但由於經費短缺 所以也將在明年的一月六號 在市政府全舉辦愛心路跑 持續募集經費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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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